刑事局還有霹靂小組 今天大陣仗來到桃園機場這邊戒備 因為要把一名逃亡海外二十多年的通緝犯 陳建寧給遣返回台 陳建寧是台南在地的角頭 年約五十多歲 他因為多年前犯下了魯仁勞鼠案件 被判刑九年 但是他竟然逃亡到了菲律賓 從事了軍火 還有毒品相關的非法交易 在這個月的時候 在菲律賓當地是被警方逮捕 沒有想到是在他的軍火庫裡面 查扣到了八十四把的長短槍 其中有十三把的軍規突擊步槍 以及有六千多發的各式槍彈 而在今天的時候 刑事局是到了菲律賓這邊 把人犯穿上了防彈背心 以及戴上手銬腳樓 將他借戶送回了桃園機場 而稍早警方有對我來說明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陳建祖賢他在台灣 有將近有一個九年的 一個有期徒刑的一個通緝 是一件魯仁勒鼠案件 那還有其他的妨礙自由 以及護照條例等等一個刑案 所以他是想要留在當地 並且不想要回來的 所以他要請律師 以及製造一些訴訟 等等相關的一個手段 想要透過這些法律程序 留在菲律賓 那非常感謝菲律賓司法當局 積極的排除這些困難 順利的把他移交給我方 警方又表示陳建祢 他其實相當的狡猾 他為了不要回來台灣服刑 因為他其實只要在躲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追溯期就已經過了 所以他是透過各種手段 想要留在菲律賓 包括是找小弟故意來對他提告 讓他能夠製造訴訟 在當地接受審理 或者是有透過懸賞黑幫的部分 想要來透過截囚的方式 讓他逃出來 但是警方都掌握他的行蹤了 在這個月的時候 在他的公寓裡面將他逮捕 而他現在也會被送到 台南侍行大雷歸案 以上就是您交到情形 先把時間交給彭女主播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